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摆在我眼前的 心乎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按照这个传承走下去 这条路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力量 或许我可以像萨满传说中一样 沟通神灵 召唤出灵音那样的东西 但伴随着我的将是孤独寂寥的一生 我不怕贫困 这些年大起大落 穷过富过 什么也看开了 有钱的日子固然好过 但人生在世 自由快乐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所谓的诅咒 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豆腐将面具留给我 难道就是要告诉我这个吗 他自己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 那么告诉他真相的 应该是实现 事到如今 这个让我们一家三代人都难以解开的谜题 终于浮出了水面 我坐在沙发上 只觉得生命中的一切都变得空空荡荡的 一个注定了悲剧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 可惜 我没有什么自杀之类的想法 这些年活得太不容易了 越是这样 就越不想死 古人有言 楼以上且偷生 过了很久 我才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决定接受现实 对红毛说 都亏了你告诉我这些 红毛送了送肩 就说 其实我专程过来是想看看 你要受不了打击跳楼什么的 我正好捡个漏 看得出来 红毛对这传承是极为眼馋的 人各有志 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东西 或许正是别人求之不得的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触手可及的亲人 朋友 爱人 却是我这一生恐怕也难以得到的 看着红毛眼馋的模样 我忽然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就问他 你这一生的追求不变吗 人生短暂 能按照自己想活的姿态活下去 是一件乐事 在别人眼里我的生活可怜 可是在我看来 他们才是可怜的 我笑了笑 怎么讲啊 为了读书而读书 为了结婚而结婚 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 为了别人的眼光 按照别人的安排过完一辈子 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可怜吗 我这一辈子 别人的眼光与我无关 我只为自己而活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既然如此 那我们俩看来以后可以作伴了 虽然并不是我的追求 我没有红毛这么看得开 我恰恰想过的就是 结婚生子平静祥和的生活 虽说三十而立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情 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 红毛拍了拍我肩膀 笑嘻嘻地说 我听老张说了 跟屁虫又失踪了 嗯 跟诗仙走了 其实我心里有种感觉 诗仙应该不会伤害他 如果他针对豆腐有所怨分 早在沙漠出世时 豆腐已经被灭了 他很有可能带着豆腐 在干别的事情 可这事儿会是什么呢 普真生前所做的一切 如果都是为了死后成仙的话 那么这次有了虚和天眼的相助 他应该离这个境界已经不远了 甚至我还在怀疑 他是不是已经成仙了 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 那么以他现在的身份 这人世间还有什么 值得他去做的事情呢 如果说 他的目的还没有完成 那么 他接下来会干什么呢 我完全没有头绪 这段日子白霜也没有再过来 我知道 他心中肯定对我是有怨气的 每个人都有私心 他喜欢的男人 为了我生死不明 他心中如果不埋怨我 如何不埋怨我呀 只是白霜是个有修养的女人 他嘴上没有说 但我心中却是清楚的 为今之计 我对于豆腐的下落无从着手 思来想去 既然人生的路已经被定下了 那就只好 好好地走下去 如果传承真的能带来某些力量 或许 我可以凭借这份力量 找到豆腐的下落 我问红毛 具体该如何做 红毛告诉我 每晚睡觉时 将面具戴在脸上 自然会有所收获的 他也没走 就在画廊留了下来 算是和我结伴了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 我每晚都有做梦 说实话 那面具戴在脸上的感觉 并不好受 冰凉冰凉的 有曾经盖在死人脸上 因此给我的感觉 仿佛像是在脸上 搭了一层死人皮一般 同样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还是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记忆的过程 就逐渐清晰起来 这种传承 是一种很奇特的方法 仿佛是某种本能的觉醒 曾经有人很好奇 将一只狼仔和狼群分开 从小养在实验室里 但是很奇怪 没有父母的教导 狼仔还是无师自通地 学会了很多狼群法则 这种狼群 在长期进化中 才形成的后天法则 并不属于本能 但是狼仔 还是出乎意料地 继承了这一点 因此有人认为 动物的繁衍传承 和人类是不同的 人类只有血脉传承 而动物则是有 记忆基因的传承 他们很可能在某一个时期 觉醒着一些记忆基因 回忆起祖先曾经的生活 虽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吧 但是我觉得 自己现在的状态 和这种设想 其因为相似 如同记忆中 那把锁没打开一般 一些古老的 原本应该不懂的信息 慢慢地渗透起来 我和红毛之间 共同语言开始多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我开始掌握了一些 被红毛称之为 小把戏的东西 那天 红毛忽然找到我 说少带我去练手 此时 我依旧在经营着画廊 但是画廊的收入 除了成本之外 其余的 我都存了起来 没有再做投资 而是取很少一部分 当自己的工资 以前我是一个 注重仪表的人 现在 我解下了昂贵的手表 脖子上的骨玉 穿上在地摊上买的 牛仔裤和白T恤 从以前的商界精英 变成为一个 放在人堆里 毫不亲眼的中年人 我已经开始 慢慢去适应 这样的生活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我有过很艰难的日子 但那段日子 毕竟过去十多年 后来的几年 我都过得很阔重 现在一下子 变得这么接地气 确实难以适应 但是 活着 有时候 本来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人生之事 十之八九不容易 对于各自所过的生活 大部分人 不都是 不得已地去适应了 我觉得自己 应该没问题 红毛准备了一些家伙 随即带着我去了 位于乡密那边的 一片别墅区 他应该是 事先有预约的 对保安说 是周老板约我们来的 保安直接放行 放我们进去了 沿途 不跟着红毛 忍不住 去哪练手 你这两天 不是学会了阅灵吗 纸上谈兵 不如实战 所谓的阅灵 就是和死人 也就是软粽子沟通 我们道斗的 虽然会一些秘书 但最多是能看见粽子 要和软粽子对话 一般比较困难 除非对方道很高 主动开口那才行 说话间 我们停在了一栋别墅前 一个帮庸模样的阿姨 接待了我们 这会儿是下午五点 别墅的主人在家 这个周先生 年纪大约四十左右 秃顶大富翩翩 虽然一身富贵肉 但是皮肤里透着一股黄 这是精气透支的现象 一看平日里 就是酒色之辈 这样的人年轻时 原精之气伤得太过 老年之后一般不偿命 往往是大病缠身 小病不断 一进去 那周先生 就开始打量起 我和哈尔查盖 俗话说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要按照我以往出门的心头 对方是绝不会用 这种轻视和怀疑的态度 来打量我的 不过这会儿 我和红毛 确确实实 被当成两骗子了 他说 说你们呢 一个沙玛特 一个能行吗 红毛平日里笑嘻嘻的 但是一听沙玛特就急了 你这老板说话 嘴下刘德 什么沙玛特 不懂别瞎说 为了这染这头发 知道我跑了多少地方 才凑足九只红公鸡吗 红毛公鸡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说完 打腰大摆的 在人沙发上坐了下来 哈尔查盖这头发 确实不是用来做装饰的 其实是一种秘术 各种讲究很多 不是用一般的染发济染的 被这周老板形容成沙玛特 着实将他气得不轻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